游泡鱼青丸 游泡鱼青丸是广东一道名菜 制作这道菜要用的主料是鱼青1100克 需要用的配料有蒜泥0.5克 姜片2.5克 葱5克 需要用的调料有味精7.5克 胡椒粉少许 精盐6克 还需要少酒10克 湿淀粉7.5克 芝麻油0.5克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道菜 先将鱼青肉绒加入盐和味精 搅打上劲 制成丸子状 放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水 再下入制好的鱼青丸 把鱼青丸抄透以后 捞出力净水 炒锅 炒锅重置火上 放入油 把油烧热以后 下入超透厚的鱼青丸 再下入姜片 葱缆 蒜末 炒香 烹入绍酒 再放入鱼青丸 加入上汤 盐 味精 胡椒粉 绍酒 芝麻油 和水淀粉 炒匀 炒鱼 炒鱼以后 淋入明油 就可以装入盘中了 这道油泡鱼青丸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要注意 鱼丸要搅打上劲 否则容易松散 它的特点是 鱼丸雪白 味道鲜轻 肉质爽滑